梁辰教授您好 你好 我首先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 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 给我们介绍一下新型冠状病毒 和其他的病毒比起来 它的传染性究竟怎么样 这个都是跟你说 需要相比较而来的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呢 每一个病毒的话 我们这个去作为我们研究的话 我们关系两个事情 第一个是它的传染率 就是从一个人能够传染给几个人 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种 叫做致死率 它能够引起多少人死亡 那么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话 它的传染率在2到3之间 2到3之间 你比如以前那个SARS或者MERS的话 它都在2以内就一点几样 它就相对低一些 那么这个新冠状病毒呢 BTE以前引起SARS和MERS 那个冠状病毒的话 传染力方面也高得很多 但是呢 它这个致死率的话 从现在看 在不同地区有点不太一样 比如在像在大部分地区的话 在2到3之间就是致死 它叫做Case Fatality Rate 就是已经确诊的人里边 死亡的是百分之多少 你像那个SARS的话 是在10%左右 稍微低一点点 像MERS的话 就是中东的那个 呼吸道综合病毒的话 它致死率的30%很高 到现在 它已经成为一个 全球性的一个大流行病 您认为这个发展会怎么样 这个就比较相对困难去预测 但是呢 如果这个各个国家 政府和这个大中国 要采取这种必要的措施的话 确实是能够去降低传染率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控制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 比如说中国 由于中国采取的这种措施的话 全民的努力的话 那么的话呢 现在这个新的这种 这种病例的话 就已经非常非常少 就基本上已经得到了控制 那么呢 现在也是比如像加拿大 美国 好多国家呀 也在实行类似的这种 这种措施叫做 social distancing 是不是啊 比如说学校也关了 就是减少机会 那么如果这个措施 实行一段时间以后呢 也能够 一定能看到这种效果 会看到这种新型病例的 这种减少 会看到 他们会叫flatten the curve 就是让那种增长趋势啊 减缓持平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得到 得到控制 对于防疫啊 非常有意思 不同的国家的方式 也有不一样 您自己觉得会比较 支持哪一种方法 就跟你说的这样 各国家 它那个 实行的最后的这种措施 都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呢 都是在那个 进行那个叫做 social isolation 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 不一样 比如现在这个 比如现在加拿大吧 他的这个 一周前 他的那个 新冠病人的这种 确诊的例子很少 所以他实行的这种政策 就稍微的 没有没有那么那么严格 但是随着这个 病人 这个人数的升高啊 现在的话 他已经把包子都关掉了 包括每家边境的包子 他都已经关掉了 所以根据这个 病情的发展 在各国家不一样 他实行的这种措施啊 这种 这种承诺 也就会 也就会不一样 但是呢 这个东西你看到 对这个 这个人的这种 social life 对这种经济 对工作 是影响非常非常大 对给人的生活呀 带来这种 极大的不变 或者这样好多人 会感到一种 一种很困难的 是不是 对 就是从心理上 可能会给很多人 会造成一些影响 这样子 对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 成熟能力也不太一样 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 事情会过去 可能会 总会变好的 有人就会觉得非常焦虑 就会有一些那种 panic的那种行为呀 但是这种行为是 能够去传染的 它会 它也是非常 contagious 您是不是认为 面对这样的一个 国际性的大传染病 流行病的话 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social distancing 就是 只有这种办法 这个是 在没有其他的 这种medical intervention之前 是最有效的办法 如果现在 比如说有 有疫苗 或者有 比较有效的药物的话 那么的话呢 我觉得 在这个social distancing之外 那么呢 就是大家会觉得 哦 我们有药 有疫苗 它就会不会 至少不会这么panic 比如学校 还可以开放 比如说 大家还可以正常上班 你给你举个例子 你比如像那个 2009年的那个 大流感 那也是一个pandemic H1N1 H1N1 那个叫做 那个swing flu pandemic 那个时候的话呢 其实也大概有 大概有六七十亿人被感染 就在那个一段时间之内 死亡大概 在20万到40万之间 但是跟你那个 普通统计数都不太一样 为什么 那个时候 人就没有现在这么panic呢 因为流感的话 第一 它有一些药物 可以去用于治疗 第二呢 很快 这个流感呢 就出了疫苗 因为我们每年 都有这种 积极性流感疫苗 所以那个pandemic 来的时候呢 很快到了秋天 就有了这个 针对 这个H1N1的那种疫苗 所以呢 大众的话 觉得 我们有这种 这种medical intervention的话呢 他们就会不会慌 其实 这个会帮助 从这种社会层面 从系列层面 会帮助 去控制这种 这种大的 这种疾病的流行 现在针对新冠状病毒的 疫苗研究啊 药物研究 以您的了解 到一个什么程度了呢 现在 是各个国家 有很投放了 大量的 这个 这个资金啊 人力啊 物力啊 去研究那个 从 新闻来看啊 这个美国好像 已经开始 就是这种 有这种志愿者 接受 这种疫苗的检测 我觉得这可能是 是是最快的 你比如说像德国呀 像中国呀 像加拿大也有 有好多公司啊 好多研究所呀 也在努力的开发 这个疫苗 严格来讲 一个疫苗的开发呀 最少得需要 12个月到18个月的时间 因为 它需要通过临床 前 还有临床的这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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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需要时间 主要是呢 一个是它必须得有效 它能够去 打入之后 能够去激发的这种 有保护性的免疫反应 第二呢 同样重要是 需要安全才行 如果不安全的话 如果大家得另外的病的话 这也不行 对吧 所以这两点都要考虑 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呢 我觉得呢 比如像美国 开始一些这种 volunteer这种 这种疫苗实验呢 我觉得在非常时期的话 也可能是一种 这种非常的措施 也不能说不行 那药物研究呢 药物研究的话 现在也同样 也有很多的这种 这种不同的trial 在试各种各样的药 你要看最近的话 有那么几个那种 这种 比较advanced 比如像那个chloroquine 它是一个治疗瘧疾的药 治疗malaria的一种药 所以呢 在有些国家的话 比如说法国 看到这个药呢 对这种 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人的话 效果不错 但是是一种 很小的这种 小范围的test 还是没有发表 比如像那个 瑞德西韦 是不是啊 对 这个说的比较多 Gillian这个药 现在也在test 有这么几个 比较有希望的药 一旦有哪个药 经过这种trial 它能够去发布 通过这种FDA 或者一些agency的这种 证实的话 approve 说可以用于 治疗新冠病人的话 我觉得那 大家的这种心情 就会放松很多 那您觉得这个药物 研究需要多长时间 有一个比较快的途径 就是用一些 就去检测一些 已经被FDA批准的 用于治疗 其他疾病的药物 如果这些药物 能够对这种 新冠病毒有效的话 那么呢 你就可以不用做临床前 也可以不用做这种 叫做这种 FACE1 那种Safety trial 就直接可以进入 那种FACE3 trial 但那可能还是需要做的 看它是不是有效 如果有效的话呢 那么可以那个 进那个FAST TRAN FDA 也会很快就批 所以这个药物研究 如果快的话 比疫苗要早 那可能大概 有两三个月就可以 你看国内的话 我是在 是在中日友好医院 他们是 曹斌呢 是牵头的 有几个 包括Galien 他们在 测这个 瑞德西韦 他们应该是在 4月份Trial结束 那时候就会有消息 比较准确的交易出来 这个药是有效 还是没有效 您的感觉就是说 这个医学一定会战胜 新冠病毒吗 你要回头看 这个1918年的 那个西班牙大流感的话 那是1918年 很长时间 大概就是在 100年前 对呀 100年前 整整100年 是吧 整整一百年 那是1918到1919的 大概的样子 那个时候的话呢 那个是一个流感病毒 大概感染了 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 死了5000万到1亿人 对 但是那个时候呢 我们还不知道 流感病毒这个东西 流感病毒是在 1930年来发现的 1945年呢 才有的这个流感疫苗 但是呢 而且那个时候 是属一战的状态 是战争状态 所以的话呢 就比较混乱 但是现在的话 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技术 有很多的这种 以前没有的东西 我觉得呢 不会出现 这个1918年的那种现象 而且呢 随着这种药物 疫苗的这种手段啊 技术啊 和这种财力的 那种投入的话 会很快就有产品出来 我是非常的这种乐观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短期现象 给你再举个例子啊 其实很近 你像那个2002年的SARS 是吧 SARS的话 是4月份才开始爆发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4月份才意识到 有SARS这个东西 对 其实呢 这个SARS应该也是 从头一年的秋天就开始 是 是吧 你像你再回头看 像今年这个19年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它也应该是11月份开始 那么呢 其实到12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这个病毒 你就能看到 现在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呢 对于这种早预测 早检测 把这个时间提前了多少 我也相信那个 药物研发 和这种疫苗研发 也会非常非常非常快 会很快就有一些 比较有效的药物 和疫苗出来 怎么样去评价 加拿大公众卫生部门 他们在这个 新冠病毒上的这个反应 您怎么看 我觉得政府的这个 好多的这种决策 和最后的采取的措施呢 都是根据这个专家的意见 我觉得呢 从目前来看呢 它的好多措施 是比较恰等 是比较那种 我们管的timely and appropriate 还是比较好的 而且加拿大的话呢 它现在 从各方面来看 它有足够的这种 resources 去做这种testing 而且这个testing的话 我也觉得不是谁 都会去给做 是不是啊 会只能test一些 有症状的 怀疑可能被新冠感染的病人 因为你也要集中这个resources 来去那个去target 应该target的这个population 对 而且你看它是能test的 这个上万例的话 也只有这个几百例的这种确诊 所以的话 你也能看到它们的范围 其实还是蛮宽的 对 还是蛮宽的 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官方 对新冠病毒的起源 正在打嘴仗 以您知道的情况 是否方便谈一下 您认为这个病毒 是动物病毒传染给了人 还是一个人造病毒 我觉得像 国家之间的这种 这种争论的话 没有任何科学的这种研究的话 我觉得是毫无意义的 只会这种互相损伤 互相损害吧 任何一个事情的话 我觉得里头可以有 各种各样的猜测 是吧 但是最后呢 还得需要一些 这种我们做研究的嘛 还得需要一些那种实验数据 去支持任何一种假设 现在的这个 我们有的data 发表的data 那么呢 确实呢是支持 这是一个应该是从动物 传播到人的一个病毒 那么最原的 最原初的这种 这种源头呢 应该是在 某种蝙蝠身上的冠状病毒 但是呢 一定 应该是有一个中间宿主 这个中间宿主呢 把这个病毒 通过某种机会呢 在某个地方 传播给了人 在哪呢 我们现在也很难得讲 比如说 以前那个 SARS的话 就是从那种CV的CAD 传给的人 那么怎么才能定呢 你说我 我怎么才能 是那种病毒传给的话呢 那么当初那SARS病毒的话 在那个CV的 看着果子里是吧 对 是中文翻成的 那么就在果子里身上 找到了这个冠状病毒 那么那个冠状病毒 跟人身上那个SARS的话 有9.7%的相似性 所以直到我们能够找到 一个动物 不知道是什么动物 那么它身上的冠状病毒 那么跟现在的新冠病毒 基本一样的时候 我们才能说 这个新冠病毒 是从那个动物 直接跑在人身上来 这都需要研究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如果找不到这个 这个中间的这个 动物的这个宿主的话 那么呢 你就控制不了 这个传染源 对 OK 那么呢 还会有病毒 跑在人身上来 当初那SARS就没有回来 SARS的话 在04年回来 可能就有那么 集体病例 为什么呢 就是当初就找到了 这个果子里 是它的这个传染源 就把它完全就处理掉了 就切断了这个传染源 所以呢 就你把人群里边的 这个病毒控制住之后 就不会再有病毒 从动物跑在去那里来 所以你能够控制这个SARS 但是现在这个新冠的话呢 就有这么一个缺口 我们不知道这个 这个中间的 这个动物宿主是什么 而且的话呢 我也比较这个 因为现在这个 新冠感染的例子 比较多 也有一些专家认为呢 这个病毒啊 可能会在人群中 带下来 因为你有一定的 基础之后 你再把它 从一种去掉的话 可能就相对比较困难 因为SARS 终究只有八千里边 对 这个不奇怪 我觉得也不可怕 你比如说 比较近子的话 人群中还有 其他的冠种病毒 在人群中带 比如好多是 引起那种 普通感冒 common cold OK 比如像一些那种 OC43啊 像那些冠状病毒 一共有四株 那么这些 这些冠状病毒呢 也应该是从动物 传到人身上来的 但是呢 那是在 那是在比较远以前了 那么在人群中 它就待下来了 但是呢 人群慢慢适应啊 病毒慢慢减毒啊 所以它引起的病啊 就比较弱 不断的会有一些 你听过气流感 是吧 Avens 我知道 从点的话 它得不断的 把这些病毒啊 往人群里边释放 所以的话 这个 这个没办法 这个流感的话 你看 你要看历史的话 18年以后 又有好多次 这种 这种epidemic 死了好多人 现在慢慢好得多 因为我们有这种 医疗条件 疫苗有药 好得多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您如果 给我们的听众 说一些建议 意见 您作为一个 专业研究者 您会说些什么呢 在这个时候 在现在这个时候 只能大家要 要一起努力 这个 这个遵从 这个政府啊 这个颁布的措施 就是要 social isolation social distancing 我相信呢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 这个 这个 这个疫情啊 会 逐渐的得到控制 我也 非常的 这种 相信呢 这个很快呢 在不远的 这个 这个将来 今年应该有药物 有这种疫苗出来 当我们有这种 这种医学上的 这种 这种手段之后呢 那么这个病呢 就会得到一个 比较好的控制 好 谢谢您 谢谢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不客气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